这款呢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款式啊 小木手指和周手指呢 咱们涂的都是纯黑色 每一遍薄薄的涂 然后总共上两遍颜色 无名指和食指呢 咱们上的是这个泵迪碎钻胶这个银色 这个银色是泵迪碎钻胶当中最经典的一个颜色了 然后上面咱们用彩绘胶去给它点出小点 将边缘去给它撑一撑 这样让它更自然一点 照灯之后呢 咱们上一个不沾粉的俄士摩扎封层 照灯60秒之后 用免洗粘钻胶去给它勾入一个边上这个小纹路 蹭呢是银色的一个魔精粉 扫掉浮粉之后呢 咱们整体上加固上封层 这个无名指就完事了 然后食指呢也是泵迪碎钻胶一遍打底 这个泵迪碎钻胶啊 我就建议你们涂一遍就很好看了 你涂一遍呢 在正常光线下面的效果 我觉得就像那种微光的小星星感觉 开开我们手机闪光灯 下面呢它就是一个泵迪胶的感觉 瞬间它就变得特别亮 这个泵迪碎钻胶这个颜色 在用到的时候我们金属浮雕胶去勾这种小线条的边 看着就比较精致 将黑色后圆的部分 然后我们都给它勾两个金属的银色小边 这个金属胶有金色和银色两个颜色 最后整甲款式就完成了 这个款式啊 它不过时一直都是很经典的一个